欧洲中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跳舞狂潮蔓延开来 那个时候人喜欢跳舞 嘎嘎嘎嘎的一千道完百命 人们踏着新时代精神的节拍 思考着性行为上的实践 你把女人的腰一搂 老的瓜子里面想的东西就不对头了 是吧 我们看到 裸体舞脱衣剧 迎书迎化 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好奇者 这个社会是失控的 原来威廉帝国要管 这个东西不道德不准卖 现在威廉帝皇帝跑了 是吧 现在这个自由的世界什么都可以干了 多快活 是吧 所以裸体舞脱衣剧 迎书迎化 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好奇者 内容低级的性文学 充读物充斥市场 我们看看下面是几个杂志的名字 一个杂志的名字叫自由相爱 丈夫暂时出家门的妻子 这是一本杂志的名字 专门讲这样的人怎么跟人家怎么样 是吧 没有男人的女人 因为那个时代性比例严重失调 是不是 一大堆女人不得不读生 这些没有男人的女人怎么过日子的 讲这些东西的 五花八门的消遣性杂志获得了巨大成功 有销售 有市场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 自由啊 是吧 自由 是吧 一瘦而空 最好卖 这个社会是完全失控的 想怎么干 怎么干 是吧 电影文学 流行音乐 公开宣传的是风流逸次 罗曼提克式的恋情 你看看今天中国 我看也差不多了 电视剧里面不搞点歪名堂出来 这个电视剧简直没人看 是吧 流行歌曲 电影歌曲 什么东西 这种文学作品 主题只有一个 每一个人都在爱着别人的爱人 就 是吧 就这种东西 是吧 所以它是公开宣传风流应世 罗曼提克式的恋情 确实是这样 以前有一部剧 我们中国也是这样 有一部剧叫什么 一声叹息 要你别这样干 最后啥也捞不到的 无非是一声叹息 过两天又来了 又来一部叫 让爱做主 这很忠信 很忠信 它哪一边也没有批评 但实际上是 它已经变得 在当你发生这样的时候 你怎么继续选择呢 那就看你究竟是爱谁 让爱来做主 和那个一声叹息的思维的重心就开始朝中间已经 第三部片子更吓人 穿越爱情 穿越热情 叫穿越热情 那就完全是鼓励你去干这个事 就是这样 是吧 婚姻关系 电影里面流行歌曲 电影文学流行歌曲 公开宣传的是风流印式 罗曼提克式的 恋情和婚姻关系的破裂 而逝婚的讨论 还在热烈紧张的进行 那个时候开始人们讨论逝婚了 就是什么 同居 就是同居 是吧 姓浪潮 此起彼伏 妓女成为文学电影的主角 有没有拍妓女的片子特别有影 特别有影 那个时候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片子 在世界上轰动的 德国人搞出来一部片子叫《蓝金陵》 讲一个什么呢 《蓝金陵》这部影片就是讲一个大学教授 他在教书 教书的话就发现了学生们不用工听讲 不用心听讲 他非常的愤慨 然后发现大家都往窗外看 测到耳朵听 原来这个教室旁边不远的地方 是一个怎么说法呢 是一个俱乐部 是一个娱乐城 有一个很漂亮的声音出来 那边闹哄哄的 让这个教室非常的愤慨 结果教授就拉开窗帘准备去干涉这件事情 结果一把窗帘一拉开自己呆了 一个美女看着他呆 最后这个教授怎么一步一步的堕入情网 讲了这么一件事情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 大概1927年28年出来的片子叫《蓝金陵》全世界畅销 那个女的是个妓女 所以这个时候妓女成为文学电影的主角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我们国家现在演片子也是有选择 对吧 讲一些古代的民纪的这些生涯 那是好题材 能够吸引人的 这个都是朝到这个方向去的 与此同时 毒品生意兴隆 性病泛滥成灾 青年刑事犯罪率大幅度上升 整个社会浸透着物质主义 原来的德国 威廉时代的德国 那是这个样子的 魏玛国国短短几年 这个社会的风气就完全变了 就完全变了 对吧 正是这种伤风败鼠 腐朽没落的现象 是大柏林寺在整个20年代取代巴黎 成为欧洲文化中心的同时 也一直融获了全欧洲最腐败城市的光荣 这种称号 每年平比 哪个城市最腐败 柏林 柏林是最腐败的 原来是巴黎 现在是柏林 不一样 是吧 当人们回顾战前的威廉德国 那个世界上最强大 治理的最好 最为道德的正派国家的时候 当人们将这种种传统崩溃 道德没落的现象 于战败后 在德国风行无际的美国主义 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一切有教养的人 无补垂胸凳肿 痛今疾首 想起以前威廉帝国的时候 人们多么规矩 是吧 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有文化有教养的人 没有一个人说好 实在是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这样的批评都市化的文章 很多很多 都市化有什么好啊 是吧 一个好好的小女孩子从乡间来到这个城市 天真烂漫纯洁 结果七弄八弄 最后弄到纪约里面去了 谁的罪过 大城市的罪恶 就是这样的 很多这样的文章 还有很多这样的电影 描绘这些小女孩怎么样堕入火坑的过程 实际上是带有批判性的 随着生活脉搏的跳动频率越来越高 打有美国式风格的烙印的群众文化和大众消费生活也越来越广泛 德意志人战成的那种稳健内向的性格已经完全消失了 德国人以前是稳健的 性格上是内向的 不张扬的 这样的性格在魏玛时代看不到了 报纸上的大标题当中 高速度之类的口号十有所见 大标题高速度快什么什么什么 大干快上 如此如此 新技术的引进已经与性格的马不停蹄的二十年代联系在一起 与时代的快节奏联系在一起 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 每天你看的报纸都送人听闻 又引进了什么新技术 这样一搞又能够提高生产率多少 这样的快速度 我们能够每一年达到GDP的多少多少 多少年 多少年就可以赶上谁 多少年 多少年又能赶上谁 是吧 他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所有的不熟悉感 不稳定感 无安全感 都与美国主义的喧嚣联系在一起 由于美国不仅是一个战争的胜利国 同时也是一个缺乏历史传统和文化象征的国家 因而在一贯崇尚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德意志学者们的心中 美国主义所引起的陌生感和恐惧感也就特别的强烈 对这种美国式风格会导致技术到专制最后导致全面毁灭的担忧 无一能够激起德国敏感的文化知识界强烈的批评 无一能够激起强烈的批评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种回潮 在现实生活当中在大踏步的向美国化的方向发展 但与此同时整个思想界已经可以看到在向过去回潮 认为这个东西太危险 太危险 美国主义体现出来的功利主义的理性化 首先受到了一种人的批评 这就是自由主义 新教主义知识分子 自由主义和新教主义知识分子 自由主义 新教主义 这些人他是自由主义者 但是他有一个宗教的背景 这些人往往是一些新教主 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们本身就受到了现代主义面貌的吸引 他们并非是反现代主义者 而且他们从表达形式上讲 他们完全属于先锋派的阵营 先锋派就是 先锋派大家要知道二十年代对那些进步主义的一个种村 叫先锋派 走到前边的先锋派 著名的作家诗人 布莱希特 贝托尔特 布莱希特 这个人非常有名 布莱希特 这个人非常有名 这是二十年代世界上被评为最优秀的剧作家 就是他 布莱希特 他写了一首诗 叫做七百位知识分子对一个邮箱的崇拜 很惯 崇拜啥 就是教授们也开始买汽车了 汽车把邮箱代表了汽车 七百个知识分子对一个邮箱的崇拜 人人都能够买到一辆小汽车 为有身份的婊子 在这首讽刺诗里面 他控制了技术实用性冲击下的人的本性个性文化和情感的上市 诗里面有这么一段 把我们塑造成集体的 这就从我们中毁灭了自我 在你的面前 什么感情都没有了 我们听到的是 将我们从精神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以电子化的名义 以理性和统计的名义 把我们从精神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人们现在感兴趣的东西都是那些工具化的东西 物质 这是一个物质主义甚嚣成上的时代 而不是一个评价一个人有不有身份有不有地位 已经不是看你的思想 你的脑袋挖子里面的那种思想精神的财富 而是看你的汽车是哪个厂子 这个汽车要多少钱呢 人们现在评价的标准已经变了 连知识分子都是呀 你说怎么办 他这是一种讽刺事 自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 这种对现代化的批评 一直就是得益自思想发展时上的一个基本的潮流 这种批评并不是魏马时代才开始的 在威廉时代的晚期就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只不过他的发展的规模 没有今天这么大 没有魏马时代这么大 不过我们说这种自由主义 新教主义的这种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评 他是从威廉时代就开始发展起来的 从本质上讲的 他仍然还是以现代主义为基础的 也是批评式的接收现代化矛盾的现实和成问题的未来 怎么讲法 这些自由主义新教主义者 这样一些进步主义的批评 他们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评 反映出他们能够接收现代主义 是吧 能够接收现代主义 他们批评式的接收现代化矛盾的现实 和成问题的未来 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够把现代化设想的完全没有毛病 现代化是有毛病的 现代化是有负面效应的 他们看到这一点 但是不能够因为现代化有负面效应 而不要现代化 这些人的思想是这样的 他们力图将现代主义与传统联系起来 防止现代化的过度发展 自然也希望能够缓慢的削弱自身与宗教传统的联系 我们不能说因为现代化我们就不要宗教了 不要宗教来管我们的道德心灵和灵魂 他们认为现代化的发展恰恰需要一种宗教 来稳定人们的心灵 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种人 而不是说全面的反对现代化 他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马克思维伯 新教能领于资本主义 在这里他是赞成资本主义 这样的一个工业化的发展 他本身没有什么意见 他认为新教的这种精神是可以和这个东西联系起来观察的 他的态度就是这样一个态度 是吧 所以他是这个派别的代表 他是个自由主义者 同时他是个新教主义者 马克思维伯 就连马克思维伯这样的人 他早就看到了西方国家理性化快速发展进程中的阴暗面 是吧 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有阴暗面的 他这样写道 对于那些最后的人们来说 这种文化发展使这句话变成了真理 没有灵魂的专家 没有心灵的享受者 这个社会里面到现在化成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到处看到的都是什么 没有灵魂的专家 他只是凭着他的记忆在那过日子 是吧 没有心灵的享受者 没有灵魂的专家 没有心灵的享受者 年轻人培养出来的时候 我在学校只学技能 我完全不管道德的问题 是吧 我学了这个技能 我靠这个技能吃饭 别的我啥也不管 不管社会的正义 不管这个社会的发展 不管别人的疾苦 完全不管 按照爱因斯坦的话说 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 就如同一只受过训练的狗 而不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这样的人就叫做没有心灵的专家 他在这个社会上 他也就是一个没有心灵的享受者 这种虚无主义的想象 已经登上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人类本质阶段 他是老的众神失去了魅力 这个失去魅力的世界 正在成为西方国家理性化的主要结果 马克思微博还继续讲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号召人们去继续一场现代意识形态的战争 我们要在思想上 我们要合作的东西 要做到这 所以他是批评的 他对于这种理性化的社会的负面效应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想建立的是一种 不要因为现代化把传统抛进 传统里面有好东西 尤其是基督教的传统 他对于稳定人们的心灵是很重要的 我想后来的社会的发展也是顺着马克斯微博 这样的一条路 西方国家现在他是有他的宗教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宗教的联系似乎也在越来越少 那么他是要尽量的控制这个速度的 这种对于现代化展开的进步主义的文化批评 它是一种进步主义的 本身是现代主义为基础的 进步主义的批评 进步主义的文化批评 并不是由于落后性和对传统的特别依恋 而是由于一种有意识的 对现代化发展倾向的理解才导致的 我们刚刚说了 他们能够正面的去面对现代化的负面效率 能够接受一个有矛盾的现实和未来 现实和未来 并不是把现代化看得一片光明 不谈及它的缺点 不谈及它的阴暗面 两者都注意到 但它的阴暗面并不足以阻止现代化 完全不要现代化 他们不是这种观点 而是要把争取能够用好的办法来解决 这个好的办法在他们这一派看来 就是要和传统要建立一定的联系 来阻止现代化的粗暴的不受意志的发展 可以这样说 恰恰是因为自19世纪末以来 现代化逐步摆脱了威廉时代的传统装饰物 才使得这种进步主义的文化批评在德国成为了可能 一开始不让人家批评 为什么 因为这场现代化是皇帝老子要搞的 是吧 1807年的大改革一直顺下来 顺到90年代 这都是国家主导的一场现代化 不让人家批评的 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啊 问题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应该说 国家也要正视这个问题了 到了这个时候 控制不是那么严的时候 一些知识分子就开始批评了 那么这就是一派进步主义 就从这个里面就开始发展起来 但与此同时 人们不可忽视这一点 种种对现代化的批评 既是针对现代性 又往往是使用了传统主义 对现代化批评的暗举的 是吧 这就使得人们很少去 也很难去将这种来自于进步立场的现代主义 甚至是具有后现代主义的 倾向的文化批评 与那种来自于保守的 反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区别开来 我们现在这里看了 两个东西出来了 一个是我们说 一个是进步主义的 是吧 进步主义立场的现代主义 进步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 是吧 甚至这样的 它和保守的 保守主义的 反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 这两者 大家批评的都是现代化的阴暗面 这两者攻击的都是现代化的阴暗面 但立场不同 有点 有点 感谢观看